一直以低调签讯诗人的慧英红 突然换了个样子 不仅在节目中冷下脸 而且对于一副后背明星人此冷酷严厉 说得对方羞惠不已 无限差月班开班第一天 慧英红以导师身份现身 台下做的 清理色都是颇去知名度的当红明星 比如沈月 郭小婷 许卫周 周杰琼 范士奇等等 还有已经演了近20年戏的薛泰奇 没想到 一直给人亲切形象的慧英红 脸却突然冷下来 对于学员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 一点也没顾及对方面子 沈月抱怨总是同类型的角色来找自己 限制了自己的戏路 慧英红当场不认同 一句话让沈月羞愧 你刚才说的话 我不认同 说什么每一次找你都是同一个角色 每次找我都是演妈妈 我都可以演不同的妈妈 你有没有想过 薛凯奇做完介绍后 慧英红的笑容预测不见 看着保养得宜的薛凯奇 他不仅没有夸他少女感 反而直接提醒他 已经40多岁了 如果还没有突破 如果抓不住这次机会 那么失业就到头了 而面对因迟道而道歉的犯事期 慧英红就是连戒指都不听 因为你的迟道 浪费了我的时间 我拍四五十年 一天都没有迟道过 因为我要尊重我自己 人家才会尊重我 我62了 时间很宝贵 对吗 原以为是前后被欢聚一堂的节目 但是慧英红的冷脸 却给所有年轻艺员提了个行 他们是演员 这是个专业的节目 只要涉及到专业 慧英红就会以老一辈的要求 来严格要求他们 使用模糊罩片修复软件 以我当年APP 修复了影后在网络上的模糊罩片 你觉得慧英红做导师怎么样呢